今天节目即将开始了 别忘了留言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日韩都会在理财最前线 跟大家互动哦 爱你哦 欢迎收看理财最前线 理财最前线 今天带您参观台湾亚洲生技展 昨天那集有看吗 今天是第二集咯 总共有14大的主题专区 除了昨天讲的 那么今天还有 生物相似药专区 CDMO就是药物制造代工厂专区 第三个亚太医药 以及医材专区等等 我们今天的焦点换别的咯 今天我们的焦点就放在 CDMO药物制造代工的服务 特别为您邀请到 元大头户三位专家 第一位发哥 大家好我是分析师魏剑发 还有绝成 大家好我是研究员蔡绝成 还有第三位我们的欣盈 大家好我是研究员蔡欣盈 我们继续看第二天的展览咯 Let's go Go 你在这间线 今天的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大江 今天非常地开心 为您邀请到了董事长林永祥 接受我们专访 林董你好 你好 很高兴你过来 我也好开心 林董说是我的铁粉 不过专业的问题要交给分析师 发哥帮我们先问清楚 发哥来第一问 董事长想请问一下 我们大江的话是台湾最大的保健食品代工厂 那我们在全球的一个市占率 以及未来一个发展策略是怎么样 全球在保健食品加上保养品 因为我们两个都做 一年的市值大概有20兆台币 那如果依照这个20兆台币的总量来看 我们市占率其实不到1%的 那就意味着事实上在这个市场里面 它具有高度的成长空间 一般是我们每一年都已经有高速的成长 可是呢空间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所以保健食品以您来说 现在激起来不算是很高就对了 全球保健食品是一个分散型市场 当它慢慢越来越集中的过程里面 就会像鸿海一样就慢慢出现 鸿海台积电以前都是很多 分散型的小的晶圆代工 但是随着慢慢的系统性资本投资 像我们都是全处高度自动化的 我们的机器每一秒啊 每一分钟可以产出400瓶的机能性饮料 像这样的资本投资都不是一般的 小型公司可以再继续玩下去的 我们明年还会再投资600瓶一分钟的 所以呢这种慢慢随着资本投资上升 然后市场就聚拢的过程里面 我们在全球的市占 目前事实上真的不到1% 那就意味着再成长个十倍 二十倍还是非常具有机会 请问在你们大疆保健食品 主供的产品线是什么 我们在全世界最出名的 其实是美容的胶原蛋白饮料 目前在代工上面的话 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大 我们一年消耗了2000吨的胶原蛋白 那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产能 但是除了这个功能之外 我们慢慢也增加了很多不同的 全新的功能 而且我们在台湾医院里面做好临床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从原料开发 因为这不是只是买原料进来 我们原料就自己开发 进行开发产生专利 那最后呢做完临床 集结到所有东西已经过了两三年 然后才开始卖 当我们开始卖的时候呢 第一个他卖了酒 而且我们都卖给全球的大型的客户 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订单这样子 对客户来说他只要找我 然后呢就能够解决问题 而且我们的销售的领域呢 到全世界63个国家 那也就是说呢 进入到每个国家的法规 我们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提供客户叫做 Golbo Total Solution 两个维度 第一个一站式叫Total 就是从头做到尾 原料都是我们做的 另外一个水平的叫Golbo 就是他这个 例如说有个大型客户在美国 那他一次想要进入16个国家 他必须要找16的代工厂 在过去是这样 那现在他只要找大疆 16个国家可以同步发动 第一个现在来看 生技产业在全球的 机器还算低 所以呢市占率可以慢慢在网上做成长 第二个胶原蛋白 是大家的主工产品 而且呢强调的是一站式的 这对全球的大客户呢 现在是一站式的全部 上中下游的服务 没错吧 没错没错 非常精准 第二万要麻烦 我们的新颖来提问咯 董事长请问一下 大疆集团在保健食品 医疗器材还有基因检测方面资源整合情形如何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大疆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用最快速能够进入市场的保健食品 来作为全球的布局 现在我们在20几个国家都有 直接的业务locate在那些地方 我们就变成台湾生技业的一个窗口 通往全世界 我们叫做任意门 那你只要加入我们这个大疆的联盟 那就会享受这20几个国家 local业务的服务 你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些 每一个柜台就是一个公司 这十几家公司 只要进入这个大联盟之后 不管是衣彩也好 宠物食品也好 还是基因检测 菌相检测 我们最近推出了 判定瘦子菌的菌相检测 怎么让你可以更瘦 类似像这样菌相检测 它只要加进来之后 我们就能够让它立刻 不是在台湾销售 因为台湾占全球市场总量 顶多就1% 所以我们可以立刻放大100倍 OK OK 刚刚董事长在讲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听到关键字 他讲到了基因检测 提醒大家 每个人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你怎么会知道 是你身体哪个部分的基因出状况 所以请问董事长 是不是大疆一也做基因检测呢 第二段 当我做了基因检测 发现到原来我不舒服的 以为是这边实际上基因检测之后 是这边 然后大家就针对你的身体部分的基因 去做保健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医疗 是这样吗 非常正确 但是除了predict的 这个predict你的健康的情况 现在它更落地 就是做到精准用药 因为我们的药物在过去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依照基因的逻辑去开发的 所以有些基因缺陷适合用这个药 有些这个药反而会伤害 具有某些基因的人 所以一样是用药 但是它却有不准的一个情况 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政府的核准 成立个LDTS实验室 就是专门在用精准用药 那这种精准用药未来呢 可以使我们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 好 所以我稍微统整一下了 透过刚刚的董事长的专访 不外乎大家现在一透过了保健食品 把我们的根基给站稳了 第二个大家透过了生计 还有包括了保健食品呢 在全世界二十几个国家 根深在二十几个国家 组成了我们台湾的保健食品产业大联盟 第三个更强的现在有了基因检测 透过了基因的检测 精准的抓住你每个人的身体 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所以就有办法精准保健 精准医疗再结论正确吗 好 感谢董事长 非常谢谢今天的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谢谢您 谢谢 不过讲到了大家再次想调 他是做保健食品代工的咯 根据调查我们台湾的保健食品呢 到了2030年 您知道吗 年复合成长它的幅度是8.9% 所以咯 保健食品 您我的身体都需要保健 所以以现在的老年化的趋势来看 保健市场 而后商机可是很大的呢 学到很多 那么下一站我们要到台药 台药是真剂填充代工厂哦 Let's go 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站咯 台药 就在今天很开心 因为你邀请到台药营业部的 曾辉元博士来到现场 曾博士 你好 你好 OK 讲到了曾博士 既然博士来了 我们就要问更多深入的内容 主要的问题就交给发哥分析师 想请问一下公司近几年来建立了很多一个 增技的一个新厂 那不晓得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增技这个气息 未来它的发展策略是怎么样的 好 因为台药一直以来在原料药上面 其实我们选择都是相对困难的一些产品 那所以我们在选择最终自技的时候 我们也选择了一个相对进入门槛比较高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开始选择增技厂 那未来发展的策略的话 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台药从原料药厂一路做到代工厂 那我们也开始提供CDMO这样的服务 那台药一开始做的都是一些小分子的产品 那未来的代工方向的话 我们会希望能够提供我们客户一站式的服务 因为这样子的话 一方面可以让客户节省他的时间和他的金钱 毕竟新要开发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和金钱 就是跟时间在赛跑 什么叫做一站式的服务 就是我们能够从原料药一路做到最终自技 然后让客人可以直接拿产品去做 像是他们的临床事业或者上市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做的 那因为就是如果是一站式的服务的话 我们就是场内能够垂直跟横向的沟通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就可以让整个产品的开发 还有生产制造能够更顺利 然后可以交付给客人 您的研判这样的市占率会拓大到多少啊 未来当然是希望可以至少可以有个赞我们目前营收的大概20%到30%左右 因为我们现在原料药其实营收已经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台湾营收最大的原料药厂了 接下来台药还有第二问哦 那就交给欣宇你要问什么呢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台药它具有原料药厂那也有蒸剂厂这样垂直整合的优势 这对蒸剂代工订单的接单是不是有帮助 那公司未来是不是有自有产品开发的计划 在我们自有产品上面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以原料药当作自己产品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但是除了原料药本身之外 如果它的最终制剂是一个蒸剂的产品的话 这就会在我们的选择产品上面的 在比较高的一个优先顺序上面来做 国际市场的突破呢你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已经有 台湾的客户有相当的多 那国外的话我们也开始积极的拓展 那我们也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策略性合作的伙伴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些策略性合作的伙伴 除了在研发上面还有就是生产制造 希望可以在欧美市场能够拿到更多代工业务的订单 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不过讲到了台药蒸剂充田代工厂 为什么叫做CDMO CDMO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CDMO就是药物的委托开发跟制造服务 为什么这么做 我再直白地告诉您 你知道吗 一家制药公司 它如果做出来产品 很好 要卖得很广 市占率要大 不外乎成本要降低 然后让自身的研发效率能够拉高 进而缩短了产品的上市时间 所以才会委托生技制药服务公司 以外包模式来进行药品的开发生产 这是为什么 我刚才再强调 我们第二集就主攻CDMO 因为这是台湾生技业的强项 了解了 那我们就Let's go 到下一站 好赞哦 现在来到了第三站 我们来到了保瑞 保瑞是做全方位药品代工的 今天很开心 请到了两位保瑞的长官 一位是台湾区一域副总 关正宜 关副总你好 你好 第二位是投资人关系协理 阮均宜 协理你好 好 两位专家既然来了 我们要请我们原大投资的分析师 问出专业的问题 先交给发科提出的第一万万博士 好 我想问一下副总 就是我们保瑞已经开始跨入 这个大分析的市场 那他这一个大分析的话 相对副作用是比较小 那不晓得我们在这一块市场的一个布局 以及策略 保瑞我们决定要跨入大分析 是因为真的看准这个蛋白质分析 这个蛋白质的药物在未来的市场 不管是可以造福到我们的病人更多 就像您说的副作用也好 或是它的精准度也好 它的疗效也好 其实大分子绝对是优于小分子的 我们加入了之前 其实我们有十年的经验 不管在自己的药物开发 从细胞株到分析方法 到我们制成的开发 到最后的制剂的开发 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有经验 那我们在这个submission这块 就是我们可以符合全球 不同的这个药间单位 他们的要求 其实保瑞也是很有经验 知道每一国的需求 我们可以藉由这样子的经验的累积 来帮助我们的客人 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 最快速又把最有品质的药物 提供给我们的客人 让他们去做submission 可以做到临床 可以赶快进到这个量产 其实我们最终最终 就是要造福我们的病人 那在这个未来的规划 我们现在虽然是做这个 临床前和临床用药 但是其实我们都一直有在 为这个未来这个商业量产 在做规划 那我相信不久的未来 一定会有好消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不是再问一下 刚刚讲到大分子 为什么会一定要着重在 蛋白质这个领域 是为什么的 因为像我就讲一个最简单 大家听到的标靶用药 标靶用药 现在是很多癌症患者 这个最后的一个希望 它相较于小分子 就以前我们说的这个chemotherapy 其实它的chemotherapy 其实我们知道 它的副作用非常的大 就像刚刚博士说的 副作用很大 其实有时候病人到最后 他承受不了的并不是原本让他生病的这个癌细胞 而是他在做这个chemotherapy治疗的当中 他很多健康的细胞 他也都被破坏了 那标靶用药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株抗体 它就是可以认到特意的 特意的这个细胞上面的一些机制 一些点 它有点像是 我一定要跟你是match 我们才会合 接上以后 我才会开始有药效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保护那些健康的细胞 我们只要针对我们要杀的细胞 做一个处理就好 太好了 那第一问我们知道了 接下来还有第二个问题 麻烦欣宇咯 好 那我们知道说 宝瑞在去年也 增加了这个玄冥药的业务 所以想要请问Angela说 未来宝瑞在 自由产品开发上面的方向 好 其实去年 一个进入玄冥药产业的这个并购 其实并购了安城药业 那安城药业其实除了 基本的玄冥药 的portfolio之外 最重要的是 它在美国销售市场 direct to end market 这个demand的掌握跟销售 所以其实在 现有的玄冥药产品之上 我们还是会尽力的去开发 所谓difficult to entry difficult to make 比如高门槛的玄冥药 来创造我们自己的 所谓的竞争优势 可是在这个之上 除了这个稳定的现金流 来自于玄冥药产品之外 我们现在其实更进一步的 要去开发的是505b2 所谓的新进行新药 那再更进一步的是 要做到新药 以玄冥药为基底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很好的pipeline 有一个很好的获利来源 那在目前已经在做的 也是505b2 所以在505b2上面 我们希望也是在今年年底 或是年年年初 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进度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最后是新药的部分 新药我们会用 最有效率的方式 也就是说跟外部做 策略联盟或者是做 code development方式 来加强我们的一个 竞争效能跟研发效能 使得我们的整个投资 可以更快的有回报 非常谢谢 博士 包括基利 谢谢你们 谢谢 两位正教的访问 谢谢 感谢 根据调查 全世界CDMO 刚刚任安杰有说 它是药物制造代工 市场的总产值 来到了2025年 有办法突破了 千亿美元之上 不说不晓得也 它的年复合成长率 竟然达到14% 罢过了全世界 医药市场5.7%的 复合成长率 所以我们才会说 国内台湾CDMO 这块的领域当中 生计业机会很大 这一次 理财最前线 带大家看了 这一次的生计展 有没有学到很多呢 还想学更多吗 我们礼拜天 要教会您 00850理财策略 五席 下叉 同步 Miklo可以兼得 怎么做到的呢 礼拜天 理财这件事 我们再见咯 最后一会儿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